大家好 在正式做节目之前呢 咱们先做一个硬广啊 这个咱们这个巡游栏目啊 在9月9号到9月13号 组织大家呢 去河北的保定正定啊 进行这个游学啊 为什么去这两个地方呢 这两个地方就特别符合我说的那种什么呢 就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非常发达 今天的好像存在感不强 越是这样的地方 保留下来的古迹越是众多啊 保定 在1949年以后 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河北省的省会 那这个清朝啊 那是民国啊 这更不用说了 直立总督坐镇保定 所以今天这个直立总督署 完好的保留下来 所以咱们可以去看一看 这个这个当年的总督署是什么样啊 清朝地方官之首 到这个直立总督的这个办公地点 什么样 对面的古连池书院 也是非常有名的古迹 城外有著名的这个满城汉墓 就是刘备的祖宗 中山晋王的这个墓 在这个山上 山陵 看看汉代的山陵 啥样 另外呢 还有这个清西陵 河北溢县的清西陵 也归保定地区馆 埋葬着这个 世宗雍正皇帝 仁宗嘉庆皇帝 宣宗道光皇帝 德宗光绪皇帝 四位皇帝的帝陵 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还有呢 就是这个正定了 正定比起保定来 那就更加赫赫有名 在历史上 唐宋时期的北京不算什么 正定是北方第一雄镇 古称镇州 再往前倒 赵子龙的家乡啊 所以古迹太爱多了 宋元时代建的龙兴寺 那里边这个建筑结构啊 你一看就典型的这个上古的那种风气 然后呢 毗卢寺 这不得了 这个一堂精彩的这个明代的水路壁画 然后正定三塔 这三塔里特别强调那个开元寺塔 开元寺不光那个塔有名 那个钟楼一寺是唐代建筑 正定文庙的大城殿 是中国现存的仅有的五座五代建筑之一 那四座都在山西 另外正定的博武 也是展品非常出众 那这个历史文化发达的地方 一个县城的博物馆 都玩爆那种 就是历史文化不发达的地方的省博 那所以呢 这个保定正定啊 是非常值得一去 时值中秋假期 那咱们到这个河北雄镇 度过一个特别有文化味的中秋节 如果您要报名 点击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谢谢大家 好 那今天呢 就又到了咱们翻牌的时间了 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呢 有哪些有才的评论啊 这个网友伍博生啊 这经常问问题了啊 说这个记得有一次分牌啊 您说过东晋通过君主的姓氏 区分这个同名的政权啊 比如刘兆和石兆 那么这个武焉呢 有四个姓慕容啊 东晋呢和后氏是如何称呼他们的 用前后南北西东来区分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象啊 求分牌解惑 就是当时的现象啊 但是如果并存那就是啊 这个比如说这个西辈的那叫慕容烟 就叫西烟啊 如果这个东辈的那叫就就冬烟就类似这个啊 如果是相继的那就是前烟和后烟 就跟那个什么一样 就是这个呃 袁末 是吧 这个红新军旗啊 刘这个谁呃 朱元璋建立吴国 张世成也建立吴国 当时对他们的称呼就是西吴东吴啊 一个在苏州 一个在南京嘛 所以就是西吴东吴 当时就这么区分的啊 就这么区分的啊 好啊 这个会员朋友勾金陈王啊 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老师您好啊 想请教一下啊 西方历史上有没有卖官欲绝之类的事呢 以前呢 有了解到罗马帝国的阶层是按照财产来划分的 例如歧视阶层要达到四十万塞斯退斯 元老要一百万 那么这可否称得上是西方的卖官欲绝呢 再比如说美帝奇家族一开始是卖药的 后来呢 成为公爵 他们是否算得上是用财富打破了贵族的维学统论 另外呢 假如是的话 那为什么西方的卖官欲绝就不是一个政府腐败的象征呢 望老师解惑 你说的这两种方法啊 都不算西方的卖官欲绝 咱们先说第一个 罗马帝国规定阶层按照财产划分 这个呢 追本溯源能到古希腊 雅典的公民也需要你有一定的财产 一年能收入多少小麦才能算公民 没有财产不算公民 这种政策本质上是要保证统治阶层对于整个社会资源的掌控力 你得有实力 你起码得有钱才能够算那个就有资格来当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个这个财产就是其中的一个门槛 而且这个财产呢只是一个要求 只是一个要求 没有让他交出去 没有让他交出去 没有说你得把财产给我 你把这四十万给我 你才能当官 不是这个意思 这其实就跟你想后来这个西方各国走上民主道路的时候 那个选民都是有身份和财产限制的 对吧 你看那个就日本最典型 你一年要纳税到25日元的才能有资格去作为这个选民 对吧 那你能说他这算卖官欲绝吗 这不是啊 这不是 所以这就跟那个希腊罗马这个公民的按照财产划分的道理是一样的 至于这个美帝齐家族 那就更扯了 人家上位哪需要买官 人家美帝齐家族能当公爵 靠的是掌控了佛罗伦萨共和国 在共和国凭借着自己的商业背景 当建筑 比当官比买官这种事 那高级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那也不是一回事 好 这个网友Katanaleo 问了一个问题 曾经听一个老师说过 说在重农异商的大环境之下 捐纳客观上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对于商业发展有积极作用 比如晚清洋务运动的这些红顶商人们 不知道这个呃 袁老师怎么看 我我同意这个观点啊 我非常同意啊 所以晚清你看甭管是盛宣怀 还是这个胡雪岩啊 他们客观上都是这个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 推动了这个经济的进步 特别是盛宣怀 那他等于就是李鸿章在经济上最大的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就白手套嘛 相当于这个这个幕僚嘛 那最后到清末他出任什么游船部上书啊 什么这个都办铁路大臣呢 啊 由商人直接去做官 那这显然是对于国家发展工商业是有利的 就跟袁日凯的时候让张俭去当实业总长 状元实业家去当这个实业总长 那显然这个就是突破了这个重名义伤的这个底线 那所以这个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啊 好啊 这个呃 网友子屯子店问了一个问题啊 问了袁老师一个问题 韩国电影南汉山城描写面对清军铁骑 任宗国王为了保全 应该是人祖啊 为了保全国家不得不选择投降 这个电影的主题是投降不丢人 敢于投降也是一种勇气 请问袁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吧 如果认同的话 如何评价例如汪兆明 秦桧这样的投降派 这个呀 就是你这个关于这个投降 我觉得你是这么看 你是保人民保设计 还是保宗庙啊 还是保你一家一姓 保你屁股底下的这把椅子啊 如果你是为了保人民保设计啊 投降确实不丢人啊 就让人民免受这个痛苦 少受痛苦啊 你你如果是为了这个呃 就是说为为了自己屁股底下的这把椅子 拼死抵抗啊 拉着大家跟你那个一起送命啊 你比如像希特勒 我坚决不投降 我就要打到底 我完了德国就不配存在 让那个地铁里有难民灌水 淹死他们啊 我都没了 要德国干嘛 这就是王八蛋啊 所以希特勒就应该投降 投降比他这个顽抗到死强的多 这一点的日本天皇就比他聪明多了 对吧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比就比在这件事上就比他值得称赞 是吧 所以你说这个像那个人祖国王 他投降 是吧 清朝没有要灭掉他的意思 只不过要求你改换一个宗主 那也没有威胁到你的统治国王你这样当 你就换一个宗主吧 你把这士大之心由士明变成士卿 所以他投降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确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包括那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杭州有钱王祠 对吧 有钱王祠三代武王相火不绝供奉他们 而且人家前家子孙后代到现在这么长盛 是吧 什么靖出名人 什么钱学森啊 钱伟长啊 钱牧啊 钱文忠啊 都是人家这个家族出来的 就是他祖宗这个啊 这个这个有有有福恩则子孙 是吧 最后人无血开城 吴越国七十一府 七十一线归顺北 归顺了北宋 前往那土 避免江南地区遭到兵险 所以这个临安百姓到现在还在纪念他 如果当时我为了保护我这把椅子 我拼死抵抗啊 我拼死抵抗 那那恐怕最后也抵抗不住 最后你也得完蛋 然后临安百姓还会咒骂你啊 为了你一家一性 我们都得跟着你陪葬 所以咱就讲说你投降你是看你为什么 你是保百姓还是保椅子啊 还是保椅子啊 所以你如果是为了保百姓 你是得拼死抵抗啊 要不然的话 我的老百姓我的文化就被摧毁了 像岳飞 我是为了保保我的百姓 保我的这个华夏文明啊 你要保椅子 那你赶紧投降 那所以至于你说的这个汪兆明和秦桧 应该怎么评价 那你就看我这个标准 你自己去判断 那他应该是肯定 还应该去否定就完了 是吧 好啊 这个网友朋友啊 这个POLHENRY 问了一个问题 说袁老林好啊 有几个关于这个明清官员的问题 请教前几日去灰州参观灰州古城看到许国实访 许国节弦少保兼太子太保 李不尚书五英殿大学士啊 包括这个五英殿大学士 记得李鸿章是文华殿大学士 想知道不同大学士有什么区别啊 参观灰州府府补衙的时候呢 看到有介绍 大明时灰州知府受正四品 大清时灰州知府品级为纵四品 请问明清时各主要州的知府品级啊 这个谢谢啊 谢谢 这个 首先咱们讲大学士啊 明清两朝呢 大学士都是在三殿三格设立大学士啊 三格呢明清两朝基本上一样 文元格体人格东格啊 三殿的大学士呢是这样 文华殿五英殿明清两朝呢 名称也一样啊 那个还有一个最高等级的宝和殿 这个宝和殿清朝叫宝和殿啊 明朝都是不叫这个名啊 不叫这个名啊 明朝的时候呢一开始叫什么呢 一开始他这三大殿就太和中和宝和 叫奉天华盖锦身 那所以他最早呢叫锦身殿大学士 再后来呢三大殿又改名了 太极殿中极殿建极殿 所以这个呢 这个大学士呢又改名叫建极殿大学士 所以一开始他叫锦身殿大学士 后来呢叫建极殿大学士 到了这个清朝才改名叫宝和殿大学士啊 这个大学士的品级都是整一品啊 就是到清朝全部是整一品 但是呢一看您的title 你是阁肯定比殿低 比殿低证明你这个入阁晚 入阁晚那殿呢就是你的前辈 另外呢这个顺序是必须按照这个顺序 宝和文华五英 文渊体人东 必须按照这个顺序来这个一级一级的晋升 实际上级别都不一样 就是看一个资历 宝和殿大学士啊因为地位过于尊崇 所以呢乾隆以后不再授予任何人 最后一个宝和殿大学士 就是他舅的复查复衡 就是福康安的爹 以后就没有了 以后文华殿大学士实际上就成了这个 这个文臣的领袖啊 因为这个殿阁大学士虽然是三殿三格 但是不满边啊 不会说有六个不满边 清朝呢是四个两满两汉 然后另外呢两元携办大学士 协办大学士就是纵一品啊 就不是整一品了啊 至于你说这知府的那个品级啊 清朝的时候知府呢一般是纵四品 也有整四品的啊 唯一的例外呢是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 一个呢是这个顺天府 就是北京 府尹是整三品 还有一个呢是奉天府 就是圣经啊 这个府尹呢也是整三品啊 其他地方的那个这个知府呢 都是这个整四品或者纵四品 看你的这个这个粥的大小啊 粥的大小啊 好 会呃 会员朋友吉时宇啊 有一个问题啊 知道您对于谦的评价特别高 我对郭德纲评价更高啊 说那您对这个杀掉于谦的明英宗 评价如何 海明朝的皇帝啊 除了这个太祖 这个成祖 这算是俩啊 有有点作为 但是也比较昏暴 宣宗呢 哎 半截英明啊 也二二一丝丝 最后的也就是那个穆宗龙庆皇帝 剩下的基本上可以讲都是无道昏君 没什么值得评价的啊 对他有什么评价 他除了废除人寻 这一点值得称颂啊 然后对跟那个前皇后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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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夫妻相如以沫 这种爱情值得称颂 别的真没什么可说的啊 然后这个会员朋友啊 然后网友大亲亲问了一个问题啊 说袁瑟尔为何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阿尔伯特亲王死后 很多人对女王中年丧夫 给予很大的同情 包括拿破仑三世的妻子也是如此 同时代大清此起来后 却没有多少人同情这个青年丧夫 中年丧子的女人 反而去极尽妖魔化 为何没人撇去政治原因 给予其同情和怜悯呢 求解答 是吧 那这个同情不同情你是看你干的这事 维多利亚女王干过什么祸国殃民的事 签过不平陶约吗 出卖过祖宗疆土吗 任意干涉朝政吗 干涉帝王费力吗 镇压过这个变法维新吗 这个欧仁尼皇后也没干过这事 这事可老佛爷全干过 所以为什么要同情她呢 为什么要同情 那你还不是同情李总管呢 身上最重要的器官没有了 那不更值得同情吗 魏公公 那不更值得同情吗 所以这个 这个他有意思 这个问题问的 好 这个网友朋友 SEN哥问了一个问题 说中国古代明金收兵 金是什么东西 在古装电影里呢 看到是一个铁板敲的声音很小 在战场上士兵能听得见吗 我一直觉得奇怪 古代战场都是白任战 两军交战的时候能把兵收回来吗 古代战争 不论中国外国都要用到号角和战鼓 不知道这个收兵国外用什么方式 其实这个金和骨啊 在这个战场上都是辅助的工具 最主要的看棋子 看金棋 明金收兵一敲那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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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那么一个像个针似的那个东西 有的是敲锣 他一敲锣 这个大帅的帅棋就会立起来 怎么挥 那意思就是收兵 帅棋一挥 然后比如说底下师长的棋就挥了 然后旅长的棋 然后最后一招班长的棋 士兵是看着自己队长的棋 不是听那声 那声绝对听不到 没有扩音器 国外也一样 也主要是靠棋 看那个棋子 来决定是进攻还是后退 至于这个筋骨这东西 它都是这个辅助性的工具 你看到拿破仑战争那会儿 什么美国都练成 那打这个骨 它就为了整齐布点了 排队枪毙 大家必须布点的一致 所以敲着那个战鼓 包括军号 在那个时候也产生了 好 那最近大家的评论 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也欢迎您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谢谢大家